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政壇論點 又是我梁思雲梁梁和大家見面 片出街的日期是7月13日 今天主要跟大家說三件事 第一件事一定要繼續譴責中大的段崇智校長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前中大學生會的會長被捕 他亦叫你拘捕我 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而第二件事是歐美接連出手 我們的國家亦都回擊 叫他要停止干預我們香港的事務 而第三件事亦都是國際新聞 有關英美的情報機關蛇鼠一窩 推動黃禍論捲土重來 開始之前一定要訂閱政壇新秀 按下小鈴鐺 我們的新片會通知大家 一定要留言讚好我們 第一個題是講回香港學界的消息 有一個前中文大學的學生會會長 歐卓熙被廉署拘捕 亦是涉嫌因為他轉載許智峯叫人家投白票的文章 而他轉載的時候 重要是在連登出了一個帖子 就說你拘捕我吧 是粗口來的 我不說了 在這裏的時候 就開心了 一定廉署現在正式拘捕他 但在這裏的時候 我先要跟大家去講一下 歐卓熙根本上前科累累 一直做了很多黑暴的事 這個人不是一個一般的人 亦不是說他進入大學才學壞 不知道怎樣學壞了 其實他本身讀中學的時間 但已經是在2014年參加這個雨傘運動 即是參加了一個違法佔中 而2015年的時候 他亦都是在上水裏面欺負自由行的內地客 而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甚至乎他是幫梁天琦 和幫梁仲恒去助選 你聽下去的時候 他一早就已經誤入歧途了 當他入去2017年 他入到中大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要問的 現在我們經歷了2019年的黑暴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自己又要反思一下 入去大學 是不是只是計算DSE的成績就可以了 如果他所有事情都考到五星星 拿了所有的A 多少分的時候滿分 他就可以入去 在這裡 現在這個歐卓熙 就是一個真真實實的例子 他可能的成績 能夠讓他入到中文大學 讀這個政治與行政學 亦都是副修哲學 但是代表什麼 他入去並不是珍惜他讀書的機會 入去的時候就搞學生會 然後在黑暴的時期就在搞搞鎮 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當時中文大學的學生會 他說 我們現在是黑暴 我認證我們中文大學是暴大 是這些人去到抹黑了我們的大學 好了 而我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 我要是繼續追擊段崇智 也都是要譴責他 在他這個歐卓熙 他入了中文大學 在黑暴時期做了這麼多壞事 而這個歐卓熙 也都是破壞了我們中文大學的明星的時候 為什麼段崇智不踢他出校 而繼續是讓他可以畢業 今天出這宗新聞 仍然都是說他是前中文大學的學生會會長 他永遠都是拿著一個叫中文大學的畢業生 現在這個中文大學的畢業生 這個歐卓熙 他拿著那張的畢業證書 都是段崇智頒給他 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甚至乎要去想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人可以讓他畢業呢 不是因為他讀不讀書 不是因為他的GPA夠不夠 而是因為他參與黑暴 而是因為他犯事 而是因為他這些人 他根本上是死不悔改 而再加上的時候 你想想在中大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叫暴大 破壞了二號橋 在二號橋上 放這麼多東西進去馬路上 造成了幾多人的不變的時候 其實現在整件事 很多人都好像忿不自禁 可以抹掉它 沒事了 好像現在香港是恢復了平靜 是不是這樣呢 而再加上的時候 其實最近中文大學 也在討論重組學生會 段崇智和教職員表示歡迎 表示歡迎 我是贊成學生 搞學生活動的 也搞學生會 也令到每一個人 有時候他們的領袖的能力 或者個人的能力有所提升 但是不是叫他們來搞狗陣 不是叫他們來搞黑暴 不是叫他們來貼外國勢力 我覺得這件事我們要搞清楚 而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都再說一句 段崇智校長 你是欠警察 一個道歉 一個公道說話 在今天你都沒有再去到 公開地去回應這件事 是令到我作為一個中大的畢業生 是一個校友 覺得很蒙羞 因為蒙羞的時候 我們一直做教育界 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們是一個新教 新教就是知錯能改 事莫大型 我知道錯 我當時怪錯了警察 原來我是聽了那麼多的黑學生 說的那麼多的謊言 他們被一個傳媒洗腦 今天如果我是段校長 一定要出來告訴別人 當時他的選擇是錯誤的 觀眾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的看法 第二個題要跟大家說一下 早前612這個犯法的基金 拘捕了他們的董事 包括陳日君、吳靄義、許寶強、何韻詩 這幾個人 現在在這裏的時候 居然有一些歐盟的領事 出來指指點點 我們中方也出了聲明 很清楚地告訴他們 不要再干預我們香港的事務 不要再干預我們國家 即中國的內政 那件事是怎樣的 這件事就是在前天 歐洲的議會 他就有一個的決議 類似決議 他說現在我們香港 就拘捕了陳日君他們 根本上就是在干犯香港的人權 什麼自由 也都是拿著那些宗教自由 一起出來說 而大家會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要再去說多一次 陳日君、何韻詩 陳日君是一個前主教 何韻詩是一個唱歌的人 即是明星、歌星 吳靄義是一個律師 是一個大律師 許寶強是一個學者 他們有他們的身份 聽起來他們的身份是很專業 就是這些人披著一個很專業的外表 然後就來參與一些外國的勢力 在干預香港的事務 這些人拘捕他們 是一定是應該的 但是我們又會在這裏看 其實香港只不過是有個人煩惱 為什麼要去到什麼歐盟 要用什麼決議 又要開會這麼複雜呢 是不是 繼而還要是美領 他們的總領事 還要走出來 史默克說 國安法就削大了香港的自治 其實我反而會覺得 國安法是我們真的好像裝了一個鐵閘一樣 現在是削弱 簡直是要踢走你的外國勢力 想在香港做統治就真的 觀眾也可以告訴我 你們的看法 我們不如先說一下 其實我們中方的回應是怎樣 我們回應是說 歐洲議會有關的決議 根本上是妄顧事實 顛倒是非 亦都是妄顧了我們特區政府 警方的執法行動 他根本上在抹黑香港人權的狀況 和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亦都是他很粗暴地干預我們中國的內政 嚴重地違反了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所以亦都是表達很強烈的不滿 和反對他們 而在這件事裏面 陳入軍這件事已經證據確鑿了 如果我反過來 我應該要考慮為何教會 或者天主教那邊 不踢他出會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動作 或者行為 因為其實一個人 他經常說到自己是以神的名義 主的名義去做一些事 但現在他是做一些破壞 一個社會安寧的事 其實他根本上就是和魔鬼同行 而亦都是在這裏的時候 他們很想把梵蒂岡拉在一起 變成一個宗教的問題 但其實之前梵蒂岡的國務卿 亦都是在陳入軍被捕的時候 已經說得很清楚 他就說什麼呢 希望這件事不要影響 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的倡議工作 言下之意就是中梵的關係 遠比陳入軍被捕的事件更重要 當然如果我是梵蒂岡或者我是教會的人士 我現在知道有一個教友 原來法官犯了這麼大的罪行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很蒙羞 再加上我們再看看 歐洲的議會也不是一個行政的部門 只不過是一種沒有實質的外交權力 他只不過在上面有不同的議員 作出一些的共識 可能或者是一些聲明這麼簡單 而歐洲內部其實都有不同的觀點 我們舉多一個例子 好像去年 他們不是說吹雞要杯割我們北京東澳 結果是怎樣呢 是否真的杯割呢 當然是否 就好像法國和波蘭一樣 他們已經是說不會了 不會繼續參加 而大家可以看到的時候 就是根本上要反中國的時候 這個立場是每一個國家說到尾 都要想什麼呢 就是自身的利益 而亦都是 就好像去年蘋果日報一樣 連歐洲議會也會出聲 當然出聲 現在少了一個代理人在香港 是不是 但是這樣的時候 那又怎樣呢 它不是全部都是 Altok Glow Action 就是只有一個港字 而其實歐洲現在所有的重點 是放了去哪裡 並不是台灣的事務 或者是香港事務 人家放的重點 全部都是在烏克蘭 俄烏市情上高 而也是俄羅斯 它也是計劃切斷能源供應的問題 所以又怎會得閒離香港 而也是要說回史密客的言論 我們再看真點 其實它全篇裏面 只不過就是 將所有東西都扣了一個帽子 任何一件事的時候 我想突然來到香港 譬如大塞車 或者香港突然間 好像之前那樣 元朗 突然間實在火燒了一條橋 它都扣了一個帽子 就是中央損害了香港的自治之類 令到香港人沒有人權 沒有自由 全部都是這件事 其實說到底就是 要強調的美國是要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 亦都不是支持香港的獨立 而其實我們也看到 臨走我們想說 這群人的時候 其實他們只是做一些動作 去到告訴世界 他們現在是很關注香港 這些只不過是賺取所謂他們的政治的本錢 他們就很喜歡做很多動作 亦都是做很多門面事 包括甚麼呢 在6月4日的時候 就在自己的領事館前面 就擺蠟燭 其實這些事情關於他們甚麼事 他們自己的國家 每一天都有那麼多槍擊的事件 他們的國家每一天都有那麼多人被害 他們又不會去悼念這些事情 甚至乎在Facebook上就轉了一個頭像 就說甚麼國殤之柱 全部都是一些歪理 而本身就算是史密克 他在做美國的駐港澳的總領事 其實根本上沒有實權 出來就是曝黑光 然後說一些東西 叫做交了功課 下年是否他做 亦都是不知道 而其實在整個中美的對抗下的時候 美國如果是想繼續利用香港 去做一個棋子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堅毅 亦都是我們要有一個自己的自信 和底氣就是 告訴他你死了一條心 我們在國家對我們的關懷 和領導之下的時候 我們香港就好像習近平主席所說 我們是不可以再亂 亦都是亂不起的 來到國際新聞的部分 要跟大家去說一下 英國和美國繼續推動的黃和論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 因為近來在英國的MI5 倫敦的總部 他們做了一場演講 包括了美國的FBI的局長 Christopher Way 和英國的Ken McCollum 他們在演講裡面 你都會猜到他們說什麼 他們就要說 來自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威脅 而他們說話的風格 就像誰呢 就像肥貝奧一樣 全部指控中國是偷攜、詐騙 以及從事很多工業的間諜活動 總之將中國描繪成一個主宰世界 現在控制著每一個產業的角落的命運 甚至是操縱市場 總之將中國描繪成一個邪惡的帝國的軸心 而在整篇講話裡 總之他集合了美國對中國最惡劣的看法 包括種族的偏見、歧視、文化、歧視、反共主義 而偏偏這種說法的誇張和老作程度 不是世界級那麼簡單 而是宇宙級 也影響很多中國和西方國家 他們很多學術研究或交流的關係或合作 最主要是他們這種方法 以他們的身份、職權 去做一種這麼公開性的演講 有時很多的學者、媒體 當他們要去引用一些甚麼人 曾經都說過這句話 他就引用像Christopher Way的FBI局長 他都說中國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威脅 自然他們就會拿出來說 有很多傻人 他們就相信 其實自特朗普時代 他已經長期針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 亦是一個偏見 再套上一個反共產黨主義的外衣 亦是美化他們的抹黑行為 很多人就看到 總之他們就認為中國人是不誠實 很喜歡詐騙 很喜歡偷東西 亦本身已經是入了我們的骨 在我們的血裏 一直在五千年中國的文化裏 都包含了這些 所以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一起留一個 覺得中國人有好的美德 好嗎 我先說 就是勤力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中國人有甚麼好的特性 我現在就先來 我們就先去對抗他 好嗎 我講到這裏 甚至乎他們做很多 例如畫一些漫畫 去貶低我們的中國人 甚至乎會說 我們中國人有多不衛生 而在2020年爆發 新冠疫情的初期時 他們甚至乎是怎樣 直跟了一個觀念給別人 就是在中國不知道甚麼實驗室 然後新冠病毒在那裏爆出來 已經說了很多次 其實這是在美國的實驗室出來的 而基礎就很簡單 他們就將我們描繪成為一個全球的威脅 甚至乎將它理論化了 就是用它叫做黃鑊論 將中國和中國的人民 變成了一個破壞文明和西方價值觀的威脅者 這一種仇恨的言論 是故意貶低我們的國家 亦都是過往我們很勤力 很用心 亦都是很對抗很多的外國勢力的時候 我們很難取之不易的一些成就 甚至乎會說中國的崛起 只不過是因為西方要承受損失的代價 而亦都是每次中國 我們當要發表一些科學文章 或者一些論文 或者一些專利的時候 其實就比很多世界國家的地方都要多 但是他們這種說法就是 特朗普他就直接說中國是沒有創新的 中國對外的出口有些增長 但是都只不過是偷西方勞動成果的產物 觀眾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是怎樣看這件事 我自己就絕對是否認 我們不可以否認的時候 幾十年前我們國家真的很窮 但是我們由窮到現在是富起來 到富起來 到站起來 站起來 到強起來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是很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很努力 我們不管外奸怎樣看我們 我們不管外國勢力 其實我們從來都沒有去 怎樣去搞亂別人的國家 甚至乎我們很願意打開我們的大門 甚至乎我們很願意去 跟其他國家一起合作 一起商討 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一起協同效應 一起合作是最好 但是在這裏的時候 偏偏那種愛國 即現在說的特朗普 甚麼FBI的局長 全部都是自己在砌詞 滿口謊 其實我們也說明了 西方國家一直在操縱 一個公眾的言論 或者一些華語權 也就是用來反我們的國家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呢 其實我們做的事就是 當我們每次聽到一些這樣的言論 甚至乎有人發給你 有人去到去告訴我們 我們是保持我們的冷靜 其實也不需要怎樣跟他吵架 我們要做的事就是做好自己 也要把我們的事 說好我們的中國故事 說好我們的香港故事 我們要很透徹地告訴他 現在中國是一個強國 是一個大國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走之前 記得訂閱政壇新售 訂閱我們免費的 也可以按鈴鐺 有信片會通知大家 拜拜 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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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